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晚期文化传统研究提供了证据 殷墟亡灵遗址 位于河南安阳 是殷商王朝的陵园与祭祀场所 2021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 启动伤亡灵及周边区域考古勘探 在我们项目启动的2021年8月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对整个营区要进行全面的 纵横的考古工作 尤其要用大规模的考古勘探 来解决音效的范围问题 当我们启动以后 我们首先用洛阳灿 钻探的办法 我们高校地进行勘探 看到地下什么一个情况 研究的历史考古学界都知道 实际上在这个区域 超过五平方千米这么大一个区域 大家只知道 商王林区有大墓 有祭祀坑 它的范围过去说中西有450 南北250米这么一个范围 实际上面积超过了10万平米的样子 这是我们已有的知识 在这个区域之外 它的情况实际上了解不是特别多 因为工作做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开始启动工作的时候 我们目标是非常明确 首先抓主要的 抓重点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干道 为什么找干道 因为在英虚的工作 几十年来工作 尤其是二十七九十年代以来 在英虚的环和栏 和英虚东越的大四空地区发现了干道 勿辜这样的重要现象 比如说环和栏 小同工天区一栏发现了三横两重的干道 这都商量晚期的 就是大一生的干道 但是我们在2021年8月启动之前 这环和白岸地区没有的 没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首先要找这些线性的干道 这样一个重要的遗迹 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就是说因为山王林园区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1年8月才启动 实际上我们工作到2022年11月告一段落 这中间实际上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英虚的环和北岸 超过五平方千米的这个区域 我们做了工作 其中重要的发现就是 我们发现了围绕山王林园 外围的两个围沟 然后还发现了超过460座以上的祭祀坑 在依据考古史上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陶谷队员先后在王林公园墙西南角外 王林公园内和王林公园内东墙外 进一步发掘 实际发掘面积超过700平方米 发掘所建一存 包括商代晚期 西周 东汉 宋元等时期 发现有围沟 祭祀坑 墓葬 灰坑等 其中两个围沟与山王林园 有明确关联关系 我们现在能看到 山王林区它外围围绕着两个围沟 然后其中在西围沟里围住了 大墓和少量的祭祀坑 东围沟里头有几座大墓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祭祀坑 而这两个围沟是干什么的呢 通过我们判断 我们可以称之为 它叫黄豪 东汉许盛的说文解字里讲 有水为池 无水为黄 所以我们把它叫黄豪 陕西凤乡 秦雍城来灭的秦宫林园 他每一组秦宫及其他的夫人墓 他为了围沟 他们叫黄豪 跟我们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陰虚王林区陵墓黄豪的确认 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 他的发现改变了商王林园的格局 让考古学者对商王林园园的格局 有了新认知 将推动对于商代陵墓制度 乃至于商文化 商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陵墓 有那个亡灵 有地灵 在最初的亡国阶段 比如说我们今天能够确认 距禁五千三百年的两祖国墓 他们那个时代的亡灵 实际上也是平面上看 就是一个长方金口 来回来是个术术 它就是比起同时期 其他的这个人的墓葬的话 它规模也稍微大 仅此而已 但是到了 应许商代晚期王林 由于这个西北岗 王林区的发现 我们知道 它不仅有墓室 它还有墓道 我们现在确认的王林 是有墓室 四面有 各有一个墓道 所以叫做四条墓道 整个墓的形状是一个十字形 平面的话 九百平米左右 它的墓道超过五十米这么长 到了东汉时期 陵墓有明确的陵园 就是四面有墙 然后呢 它有门 这个门的外面 它还有神道 就是两 既有道路 还两侧有了石刻 在战国中期以前 王林是 它建制在它的都城里或者附近 它属于都城的一部分 从遗址来讲 到了战国时期 它王林它的建制 它就离开了这个都城 它的都城外几公里 甚至更远的地方 比如说到了这个汉 西汉的王林 它在今天的陕西西安 就是当时汉的长安城的北面 渭河北面的北原上 它没有这一块 它比较封闪 在这之前 比如说山王林 它完全集中了一块 到了宋的以后 它虽然还是建在了都城渭河 比较远的地方 但是它又成片地集中在一块 一直延续到明清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 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古代都城遗址 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 迄今为止 仍有许多遗存 等待着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发掘 我们今后会全面 纵横地开展允许考古工作 提升允许研究的水平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们会配合允许国家 考古仪式公园 做好我们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的王林区 考古的工地 有的工地已经纳入了 王林区的债城方案 然后以后 公众如果进入这个区域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景点 这些景点都是我们考古人 一彩一彩刮出来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的 我们驻地工作站附近 摆回了大量的我们遗迹 每一件不落地摆回去 就让它成立在博物馆里头 让大众都能看得见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悠久的历史 我们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 然后让大家能够建立起文化自信 为文化强国奋斗 天下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